涉及意外的私家車 車頭嚴重損毀 撞到變形 那37歲男司機被困在車廂裏面 大批消防員到場 用工具叫開車門 將它救出 被人由救護車送到瑪嘉莉醫院搶救 但因為傷勢太重 最終救不回 現在工程車被撞到翻側 48歲工程車司機和兩個乘客 亦都受傷 坐在路邊等候救援 意外發生在凌晨3時多 私家車沿著青葵公路往荃灣方向行駛 當去到麗景村附近時 作出了一架收路的工程車車尾 意外造成一死三傷 警方經過調查後 不排除私家車司機在凌晨時份開車 精神不夠 以致造成意外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 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